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设定布景主题 首先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个人化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Windows已经内建了几个布景主题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现在选择建筑 各位可以看得到布景主题已经改成建筑了 我们再来一次 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下右键 选择个人化 选择动漫能物 接下来我们再选择桌面背景 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选择的动漫能物 里面总共有六张图片 接下来选择图片位置 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 延展 并排 置中 那预设值是填满 图片间隔时间 这里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提供选择 但建议不要选择太短的时间 不然你会看到头问眼花 这边随机播放要不要打勾 这边随机播放要不要打勾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接下来按下储存变更 这样子就可以了 关闭视窗 更改布景主题可以美化你的桌面 接下来就看各位怎么样把你的桌面设定的漂漂亮亮的 谢谢各位